垃圾往外丢的时候 要先记得仔细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藏东西藏到忘记了 新北市清洁队公布了一项新的数据 光是在去年下半年 清洁队就十斤不昧高达56万 而其中有包括藏在沙发里头 被遗忘价值31万的黄金块 还有在书桌里头发现一大碟 100张的千元大潮 丢出加满的破鞋柜 夹心板发霉烂掉又脏又乱 类似的大型家具 看在清洁队员眼里 却是自有黄金屋 我们一起把那个沙发 就是压下去的时候就看到了 黄金蛮大块的 有无量吧 没听错真的曾经找到黄金 破破烂烂的沙发 清洁队员发现有黄金金块 塞在里面 价值31万 废弃的旧书桌 还被找到有1000元的现金 100张 10万耶 居然就塞在抽屉里面 塞到忘记 算一算光是新北市清洁队 去年下半年 就十斤不昧 56万4320亿元 其中包括现金黄金 甚至还有手机 我们如果有发现的话 就是要通报交给警察 不只是公家的清洁队 一样做清洁的工作人员 也有类似的寻宝经验 比较小颗的 可能是碎钻 对的碎钻 丢掉 连钻戒都能捡到 下次把垃圾往外丢 不管是包包还是柜子 都记得先自个儿翻翻找找 记者留死胡卫伦板板望家 新北市报道